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团体想一起参观就找我们中心的经理杨小姐 代表我们国委 当事和代委 筹委会 祝各位 大年初期 康尼及联邦环境部长肯特 联邦多元文化国会秘书梁中兴 以及一众万景市议员代表 特意换上一套代表喜庆的糖妆 前往万景市将会联欢兴止大牌仪式 这次非常荣幸可以帮助韩山市 中国苏州韩山市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 韩山合合文化展 这次我们的艺术师是由中国韩山市的 他们的一些 包括是非常多的一些佛像 是世界有名的 包括在我身后的这个巴米扬大佛 现在已经是被炸毁的 还有那边非常有名的乐山大佛 还有敦煌石窟 麦吉山石窟 这些 如果是我们自己要去看呢 要游览很多地方才可以看到的这些 世界著名的佛像 我们可以在多伦多 在FCCM的这个新的文化中心 现在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看 是从那个17号是正式对公众开放 然后一直到February 28 是在FCCM的新的地址 由于万景嘉华联会的新旨开幕式的同时 也是中国韩山寺与该机构开展的 韩山合合文化展活动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日子 康尼在贺词中笑称自己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孝佛 祝贺这个以佛教文化为主的文化展览顺利进行 他表示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由众多的文化背景组成 任何一种的文化缺失都是多元文化失败的表现 因此 佛教能够在本国得到宣传 是值得来自所有文化背景的族裔都去欣赏的 万景市嘉华联会主席吴建中医生表示 2013年是万景市嘉华联会迈入第21个年头 也是文化中心嵌入新址的新开始 对该机构来说是标志性的一年 能够与中国韩山寺合作展开佛教文化展览 感觉万景市嘉华联会是受到了佛教的洗礼 日后会更加的顺利发展 同时他也感谢两名部长以及一众政府代表的来临 成未来将加强与政府的合作 更好地推动社区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